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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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岁時候的安德尊 很自我, 經常跟爸爸頂頸 關係比較疏離 長大之後搬出去 大時大節, 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頓飯 見面也沒什麼好傾談 相反跟媽媽特別多話說 後來他們移民到加拿大之後 大家見面就更加少 其實我都算挺有長輩員 好像我和我師父曹達華和華叔 都挺頭契 我經常都會翹著他喝茶 甚至做節目都拖著他 在工作上我經常接觸到老友記 我見到老友記 我都會拖著他, 抱一下他 聽一下他講話, 哄一下他開心 經常聽到老友記說 他說如果我的子女有你 對我一半那麼關心就好了 那我漫漫都自己思考 我做人兒女 不要說他做得好不好 算不算稱職 和老友記平水相逢 還是抱抱抱抱他 我自己的父親呢 我每年都会飞回加拿大 探望我爸爸妈妈 这一次我决定 让我爸爸拥抱 但原来平时 我这么轻易做到的动作 对着我爸爸 是需要一些勇气 我每次飞回去 我爸爸都会坐 一个多钟头车 去到机场接我 这一次一出门 我就抱着我爸爸 为什么我爸爸 给我的反应就是 他很尴尬 很不自在 不过 这一次是我长大之后 给我爸爸的第一个拥抱 开了个头 我每次见到他 都会抱抱抱抱 慢慢爸爸就放开了 我们的拥抱越来越亲密 现在我爸爸会主动来抱我 回头 就像一个宝贝一样抱着我 一路掃着我的头 感情好两父子无所不谈 有请问我爸爸 我说你人生最快乐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安享万年呢 我爸爸给了一个 令我很感慨的答案 他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 挨世界赚钱回来 供书教学给我们的时候 然后晚上一家人 坐在一起吃那顿饭 就是人生最快乐的日子 我常常口口声声 爱我们的爸爸妈妈 其实有时爱 不是你说 人家就感受到的 有时要实在一些 不要等到他们 眼又蒙耳又聋 睡在病床上的时候 你才去摸它 可能你会遗憾 打开你的心 张开你双手 抱一下 爱一下 拖一下 曾经在你孩童时代 拖着你们走 拖着你们走的 爸爸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